龟苗记养好龟苗关键方法 简单省心少花钱 明白必坑少受骗 这里是东龟先生的古法养龟频道 七月是龟苗的季节 草龟花龟黄猴泥水龟 巴西龟火焰龟锦龟 各种龟苗都在陆续大量上市 然而 小龟苗的饲养是个技术活 龟苗养得好的 就如现在这位粉丝朋友一样 十几只草龟苗子 一只没死 都很健康 而养得不好的 就如这位粉丝朋友 十只硬碧苗 养了一个月死的还剩俩 死亡率80% 可以说这两位粉丝朋友 面临的情况截然相反 都是养龟苗 一个100%成活率 而另一个 目前成活率只有20% 而且看其苗数 剩下的这两只 也不一定能顺利活下去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东龟先生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两位朋友的具体养龟环境 这两位粉丝 用的都是火山石古法生态钢 反映龟苗成活率100%的这位 它的养龟苗环境是这样的 龟岗整体是一片水山树林 里面应该含有水仓谱等其他亭水植物 水面飘着的是浮屏 环境非常优美 欣赏价值很高 而反映龟苗大量死亡的这位 它的养龟苗环境是这样的 养龟容器看起来挺大 但水位挺浅 比较一下 大家就能明白了 龟苗100%成活率的粉丝 养龟水位很深 龟岗植物如有 几乎等于没有 整个岗里的环境光秃秃的 如果说前一位粉丝的养龟苗环境 植物丰富的就如热带雨林 而这位粉丝的养龟苗环境 基本就相当于荒漠 两种截然不同的养龟苗环境 造就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养龟苗结果 这里面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下面 东龟先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养龟苗保证成活率的方法技巧 首先有一点 大家切记 养龟苗就是养环境 没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想养好龟苗是十分困难的 这也是大家普遍反映龟苗难养的根本原因 环境没做好 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是弱肉强食 虽然我们现在所养的龟苗 是养龟场人工繁殖出来的 但是它们的自然天性还在 自然界中的小龟苗 由于刚出生体质比较弱 抵抗力不强 主要有两怕 一怕温差 很容易因此而生病 假养时小龟苗动辄就张嘴呼吸 鼻子冒泡 就是温差造成的 而是怕强敌 没有安全感 自然界中 刚出壳的小龟苗 是很多其他动物的优质高蛋白食物 小龟苗龟壳软 想要活下去 最重要的是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以免被天敌发现吃掉 只要理解了这两点 东龟先生不能说你养龟苗的成活率 一定能100% 但成活率达到80%以上 还是非常容易的 大家只要围绕这两个方面来养就行 一稳定温度 防温差 二 切实提高龟苗安全感 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 也非常简单 大家把握住东龟先生说的以下要点 大水体不设出水晒台 水中多家躲避 就这么简单 关键在于理解 大水体意在稳定温度和水质 不需要经常换水 水质波动不大 同时温度还稳定 温差小 龟苗自然不容易出问题 在家养这个环境下 小盒子 小水体 很难养好龟苗 不设出水晒台 意在减少频繁出入水 带来的水气温差 没有了大温差 龟苗自然少生病 少死亡 当然 这一点很多资深养龟老不同意见很大 东龟先生只能说 你爱信不信 全凭自己的理解和选择 家庭养龟 绝大多数龟苗的生病死亡 都是因为出水晒台设置不当 这是事实 而多家躲避 瞄准的是龟苗安全感 这样温差小 水质稳定 饲养环境有安全感 小龟苗 你想养死 还真挺困难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那两位养龟苗成活率 截然不同的粉丝朋友 他们的做法 龟苗成活率100%的这位粉丝 大家看一下他的养龟环境 是不是符合 大水体通过加深实现 无出水晒台 躲避多 所以这种环境 养龟苗成活率就非常高 而龟苗大量死亡的这位粉丝 他的养龟苗环境 是不是不符合 东龟先生刚才所说的 特别是在水体大小和躲避方面 所以他的龟苗成活率就非常低 对于这位粉丝朋友面临的问题 东龟先生认为 造成龟苗死亡的原因 一是温差 这从头部腐皮可以看出来 二是缺乏躲避 没有安全感 东龟先生建议如下 多加水 水位深度15到20厘米左右 以此来尽可能稳定温差 多加躲避 真水草 如金鱼藻 蜈蚣草 甲水草 塑料水草 龙眼月等都可以 做好这两点 你再来十个草归硬币苗看看 东龟先生相信成活率会大幅度提高 当然 钢里植物确实也太少 不过停水植物 夏季就不用栽了 很难成活 想栽种植物 等明年春天吧 不过看你这光照条件不错 现在可以放点浮瓶辅助净水 如果水温过高或遇到阴天下雨 可以通过遮盖一半龟钢来预防温差 东龟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